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的人期待的人是那支崭新的洛杉矶湖人队 交易大门打开第二天 美国媒体报道了勒布朗詹姆斯的最新去向 勒布朗詹姆斯与洛杉矶湖人队 达成了一份次年1.54亿美元的合同 听到消息后网友们纷纷打下了这五个字 湖人总冠军 湖人球迷们仅仅高兴了一天 NBA顶级中锋考新斯 选择一年530的合同与勇士签军 本来就打不过勇士 再加上考新斯的加盟 即便是拥有了詹姆斯的加盟 忽然想要在新的赛季冲击总冠军 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再上一个休赛期 不行者球星保罗乔治选择加盟雷霆 宇威盛 安东尼组成豪华三巨头 不过乔治却说道 我会在雷霆策动一年 明年我将会加盟湖衔 那里是我的故乡 是我的偶像科比所效力的球队 但是一年过去了 乔治却选择了与雷霆誓约 期待乔治的同时 这个赛季仍有一人也表示 希望可以加盟湖衔 那就是在这个休赛期 被马刺送往猛龙的卡巴伊伦纳德 在交易前媒体们曾对于湖人将迎来的剧情进行罗列 分别是勒布朗詹姆斯 卡巴伊伦纳德 保罗乔治这三位顶级前锋球员 但是 结果却是张姆斯 斯蒂芬森 麦基 龙多等人 不久前 美媒再次晒出了下赛季球星门加盟湖人的概率 伦纳德加盟湖人概率为57.6% 阿特勒为21.2% 坦普森为15.2% 欧文3.1%和杜兰特的3.0% 尽管湖人已经多年未能进入季后赛 但是这支NBA豪门球队 仍是众多NBA球星所向往的地方 那么概率最高的伦纳德下赛季 是否会加盟湖人呢? 今日在接受采访时伦纳德首次做出了回应 据圣安东尼奥快报记者 赛巴瑞阳 报道 伦纳德在得知被宋志蒙罗是不想待在那里 他想去洛杉矶 但是现在他保持着开放性态度 据赛巴瑞透露 伦纳德本人表示 如果自己在明年选择留在多伦多 那将会很棒 就像乔治与雷霆一样 但是他仍觉得 洛杉矶才是他的下一个目的地 也是他的最终目的地 但是这一年他别无选择 所以对这件事持开放性态度 明年如果伦纳德和猛龙试约 那么他将可以拿到5年1.9亿美元的肥约 但是和其他对签约的最多是4年1.41亿美元 大家觉得他会不会选择离开猛龙加盟湖人 彼者认为他会加盟湖人 因为为了加盟湖人连马次都离开了 更何况是猛龙呢 所以 伦纳德不会成为下一个乔治 大家觉得呢